是的 我覺得最恐怖的事情是 一個200億的所謂的東森交易案 怎麼內幕重重呢 我們先來介紹這個人 這個人叫做李宗德 那麼李宗德現在是 理辭法律事務所主持的合伙律師 那麼在過程當中 他最經典的事情就是 曾經擊敗馬英九 馬特拉案例 造成馬特拉對台北市政府 求償天價的數字 就是我們這位所謂李宗德律師 做的事情 但問題是馬英九被李宗德擊敗之後 他的老婆就是蔡玉玲 卻不得了了 他擔任的職務除了我們剛剛所說到 行政院政務委員 還包括今天蒙障委員會 他跟蒙障委員有什麼關係我不知道 還可以蒙障委員會委員 而且重點是什麼 他所做的工作還真的很多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這個李宗德律師 到底有多厲害 第一個他在上海有房地產的爭議 當時日月光併購案也是他參與的 還包括馬特拉打贏了台北市政府 使得台北市政府虧了21億 那拜爾藥廠受艾滋病污染案 竟然最後是以人道補助金 明明超過30位就是我們說血友病的病人 因為拜爾案而感染了艾滋病 這個人很厲害當時的狀況的事情 是跟衛生署及受害者周旋 注意到衛生署跟受害者周旋 最後他得勝了這個我們說的案子 拜爾只是以提供人道補助金 每個人200萬 但這些血友病的人都已經感染艾滋病了 這麼樣的一個人 哇 不得了 聽說這個案子裡面又是李宗德處理的 而他的老婆是政務委員 這個文宗委員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這兩位在民國71年擔任這個 彰化雲林這一代的法官的這位 這兩位都是司法界的勝利組了 到後來共組這個律師事務所 也都是勝利組 我們也看到很多律師是 附上兩個字叫人權律師 有的是在專業的 比如勞工什麼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 專門打商業官司 因為怎麼樣 因為他有 第一個他有豐沛的司法界的資源 那他也利用這樣的關係呢 讓外界覺得他們 可以做很多司法上優勢的這個辯護 所以他們擔任律師的時候呢 是可以說是無往不利了 這個我們 我們這幾十年下來 看到很多這樣的律師 所以你看到很多書記官 或者說法官下來的人 他的生意接不完 因為什麼 他有很多的人脈關係 在現在的所謂的職場裡面 那如果說一出來就考律師的人 我跟你講 生意未必做得好 對 他會很辛苦地在那邊 這個去經營他的人脈 可是這個東西不公平 但是我們政府 也沒有對這個說有很大的規範 那好了 那這兩位呢 為什麼是勝利組呢 蔡玉林女士律師跟我們也很熟 跟清兵黨也有一定的關係 但是他能夠進入到 馬英九的陣營裡面 而且在第二任的時候 我也不曉得 盟障委員會既然要被消滅了 可是陸續地不斷地 從羅英選 他也當過盟障委員會 等一下 現在的法務部長羅英選 也曾經當過所謂的盟障委員會 而這個可能跟所謂的 東森兩千 兩百億的案子的 這個蔡玉林現任 也是盟障委員會 這裡面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這樣子聽起來 到底馬英九又扮演 什麼樣的關係呢 好 我們先進個廣告 這事情可是大條的 因為你可以想像 解放軍來經營台灣的電視台 你怕不怕 傑銘很怕 我必須這樣講 因為這對非常成功的律師 勝利組的律師 他們跟大陸一定有一定的交往 我不敢說他們有什麼樣的高層關係 但是如果大家還記得 一日共諜的張寫耀 這位被委屈的人 其實那個時候 馬錫會已經變成是 馬英九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所以大概有多少人 不斷地跟中國大陸 在促成這件事情 我相信從政商到一般的 這個做政防工作的人 甚至可能包括國安局裡面 都有人在串這個事情 那我就合理懷疑 如果這一次的這個DMG 還好不是OMG了 OMG Oh My God DMG這個外資他要進來 那這裡面還有所謂的 幾位中資的身分的話 我就猜 那這為什麼跟馬錫會的時間 很這麼接近 對 NCC你在哪裡 NCC你在防治台灣的這些業者 去購買的時候 你非常用力 你開得差不多 我也參加過那個所謂的座談會 也參加過那個工廳會 可是我們聽起來這個DMG 他們要買這個權利的 這個東升這個權利的時候 沒有聽到有公開的這樣的一個公廳會 那我請問當這個消息曝光以後 請問NCC你有沒有意見 NCC有沒有表示說 如果真的有中資 我們絕對禁止他來買 請問NCC有沒有表示意見 那如果沒有表示意見的話 我合理懷疑這裡面 已經從上到下都講好了 那都講好了 你現在我們在媒體在叫什麼 所以我說 大家因為大選在齊 然後大家混戰一場 然後因為馬錫會完了以後 事實上裡面帶來多少事情 譬如像現在所謂的貨貿 第十二次會議 到底成功沒有 沒成功 沒有成功 那請問那幾位去談判的人 現在到底要怎麼處理 那經濟部也好 經濟部裡面有好幾個工業局 包括國貿局 包括很多好幾個單位 請問你們現在 到底要不要公開說明一下 不是只有請那個工業局長 在那邊嘻嘻哈哈的 就要講半天 那我請問 那現在 包括歐巴馬談這個事情 那我想請問 馬英九總統 你不能說 那個只是因為我們協助的慣例之一 一定要跟前天宋主席講一下 美國雖然是我們一定的好朋友 但是我們無法去做這樣的事情 無法承受 中華人民 中華民國的國民 絕對沒辦法承受這種事情 更沒有沒辦法承受DMG 這種私相授受的這種事情 是的 是不是私相授受 石修委員我們把一些事情 一件件事來說 因為其實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覺得最 讓我們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是什麼 整個案子裡面 蔡玉玲她曾經負責過什麼 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蔡玉玲就是李宗德律師的老婆 而這個案子已經詢問過李宗德的意見 所以這個人他主管了法務部 衛福部 內政部 經濟部 公民委會 而這個律師事務所做的事情就是公平交易法 貿易法 還有淹害防治法 現在他又是NCC裡面的一個主管單位 那麼因此這個李宗德又接了這樣的案子 這聽起來有點恐怖 就是把一個人放進了公家機關 他是官員 他可以主管事務 他的先生卻去找外商來打政府的官司 而他太太卻在裡面當官員 這事情聽起來有沒有令人毛骨悚然 廣告之後我們聽看石修委員怎麼解讀 賈民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交易案 跟趙華康的重廣交易案 跟朱立倫在他黨主席任內 沒有經過所謂黨的一個統一之下 财经界三个基金会的看法 摆在一起都差不多 都是为了准备 这个政党的执政权 即将失去的时候 找一些保护伞 当时周浩康也是我 如果当选立法委员 我一定要查的就是 像中广公司这样的一个 交易的过程当中 到底是公平的 公正的 公开的 还是透过一种私乡的 以低廉的价格 卖给你 到最后你必须要负责 来做我的传声筒 如果是这样的话 坦白讲 那今天所扮演的角色 不是如此 你现在看所有赵浩康的 中广公司里面 多少国民党的立委 在那边上广告 那他们到底付多少钱呢 就如同赵浩康帮 99年郝龙斌竞选 连任成功之后 马上成了台北副邦的 独立董事 那不就是一种仇佣吗 赵浩康在2014年 记不记得去年11月29号 国民党全面溃败的时候 被马总统和金小刀 直接点名 做行政院副院长 他拒绝了 原因何在 不也是因为 你是不是因为拿人的手软 吃人的什么 嘴软的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去接他的当时 没人敢接的行政院副院长 今天同样如此 当国民党在这场全力的 不管是政党票 不管是立委的票 不管是总统票 几乎都已经看得出来 没有胜选的机会的时候 他是不是透过这个 政党的交易过程当中 让一个目前跟他结合的最深的 假设他后面有中资 而这个中资又是所谓的 军方的代表的话 未来当有人在追或是讨国民党 党产也好 或者深讨这些国民党这些 不管是总统或是未来所涉及到的贪污舞弊的行为 会不会有同样类似扮演中管公司在这里 可能是护航 可能是传声筒 可能是做他们某种程度的一种辩护的时候 这个时候当他掌握到一个全台湾最大的电子媒体的时候 横跨各个领域的时候 你在他节目里面就会听到我们现在几个电视台 或几个报纸都有声音 只有一种声音 就是国民党不论如何做 他都是对的 但在野党不论如何做都是错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你掌握到媒体 我们未来公共探讨的空间就没有了 我必须提醒大家 即使美国这样民主的国家 它是不允许外国人 可是美国有一个潜规则 就是你不能得罪犹太人 因为他们虽然有美国籍 可是他犹太医 他掌握了美国几乎最重要的媒体 所以在美国他可以骂美国政府 但你不能得罪以色列 台湾未来会不会同样发生 类似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 你可以骂任何人 但你不能得罪中国共产党 你不能得罪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没错 石修委员讲一个重点 因为他们夫妻俩 在上海最经典的地方 拥有一个非常昂贵 超过一亿人价值的办公室 表示他们夫妻俩 在中国大陆是不是有生意 而他现在竟然是高阶的主...